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喂 师傅 您好 请讲吧 师傅 你还记得我吗 师傅 我就是在一年前打通您的电话 就是那个修 就是卖那个汽车费件的 哦 记得记得记得 师傅 当时您四杯给我请的名字 还告诉我什么时候开那个汽车费件也快一年了 我跟师傅呢和广大佛语呢分享下 在这一年里呢我的生意呢是越来越好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吧 销售额在是一万 现在呢成了九万多不到一年的时间成了九万多 你看 我的销售利润呢在那个两万五左右 哎呀 我完全是按照心理法门的三大法宝 许愿念经放生 嗯 我觉得越发慈悲心 胡瑟和胡法人都会保佑 对 我许愿给师傅放生一个月 我每天早上呢去市场买鱼放生啊 这一个月期间我遇到事情呢就有人 就有人就有贵人来帮助我 你看 我很明白就是胡瑟和师傅的慈悲帮助 嗯 一个月 连续放生就是一个月放生以后呢 我又许愿再给师傅坚持放生一个月 当时给师傅放生甲鱼啊 我就想买大的 虽然那个大的甲鱼那比较贵 我心里很舍得啊 胡瑟自卑我的生意就是好 师傅开始大家要好好的做 我许愿吃全素坚持放生还债 念经还债坚持放生 帮同修设佛台 网上法不识 作员同修去法会 不看色情的东西 接触正能量的人 现在我所拥有的都是观世音菩萨 和师傅给我的 我一定一事修成报复安 太好 感恩台导 恭喜你啊 你要知道你对人家好啊 你生意就好啊 过去叫和气生财啊 是啊是啊师傅 我就是呃 有的人来买我买买我的配件吧 就是说我就是该证我的 就是我该证的我就证不该多证的 我就不跟人家多要 对 你以为人家来买配件都傻瓜 人家 我告诉你人家都外面货比三家的 对啊对啊师傅你说的太对了 你刚刚你营业额从一万一直到九万 开玩笑啊 这还不懂啊 是啊 刚开始的时候吧 一个月才一万多点 嗯 然后呢现在一年不到 已经充了九万多了 师傅啊 你你你记得 马上还要十几万呢 我告诉你 你记住了 师傅上次跟你说了 我不是告诉你 这个生意你好好做下去 会好起来的吗 对不对啊 是啊师傅 你要诚心对人 我告诉你 以后生意越来越兴旺 你放心吧 对啊对啊我都是诚心诚意的 对待他们的 对 而且有时候 你要稍微学点那个 汽车零件的知识 明白吗 跟人家讲 对对对对 跟人家讲的 这个要当心点 要多赔一点 而且不要贪 你一定会有好的 明白吗 对啊对啊 太对了 是啊 他们就是觉得我很实在 很愿意跟我打交道 很愿意跟我来往 你现在知道了 好人还是不吃亏的 对不对啊 对啊 而且像你如果以后 比较清淡的时候呢 你就 我相信你以后 不会很清淡了 已经很忙了 如果清淡的时候 你甚至还可以帮人家 比方说换换火花塞啊 什么跟人家讲讲 维修的道理啊 这些人家对你更好 嗯 哦 是吧就是啊 很多那个客户吧 他知道我有这个工地 就是我修了很多年车嘛 哦 很多人都知道我有这个工地吧 有这个基础吧 很多客户都打电话 找我问一些问题啊 我呢就是经常帮助他们 通常就是他们网上了 就说是一些毛病不会拉 我就给他们支点一下 嗯 都很愿意找我 你赶快店里放点白话佛吧 给人家结缘结缘 哦 啊 功德不更大吗 没关系的 哦 你放心啊 现在就是已经就是很忙了 师父 没有清淡了 就是很忙 就淡季的时候吧 也在很忙 现在知道了 现在知道了 我告诉你 钱是赚不完的 但是人靠人的心啊 人心一恶 马上生意就不好 你知道人家是看人的 现在社会上做生意 人家就我就觉得这个人好 我就来就到你再来吃饭 啊我就到你再来修 来买东西 就是这样的啊 靠靠口碑的 对不对啊 是啊是啊 你说太对了 就是诚意诚意的对待他们 啊你看你多 现在恭喜你啊 哈哈 师父很开心 听到你这个 都是师父 都是师父胡说的家事啊 没有没有没有 也是靠你们自己努力啊 对不对啊 是啊 一年多 时间里啊 真的 嗯 还不到不到 就是满打满算的话 也就刚购一年吧 刚购一年 还不到应该是 看看多好 对不对啊 这完全不一样了 以后你会 小有名气的 在当地小有名气 就好好做 明白了吗 嗯 再给我指点指点吧 师父 嗯 指点指点就是 有的人跑过来 嫉妒你啊 或者来 找找你茶啊 什么 你不要给人家争 明白吗 客气点 送点礼物了 或者就是 给人家便宜点了 这都是人家跑过来 有的人跑过来 有意的搞搞你啊 说啊 这东西也不行啊 这东西 换一个不要钱 无所谓 嗯 你听得懂吗 不要去争啊 嗯 明白明白 好吧 要懂事情 师父是看看你们学佛的 一个个都觉得你们放不下心 好啦 你去忙你的吧 我看你生意好的 嗯 好好好 好好念经啊 每天要念经的啊 再见 再见 念经念经好 好的好的 再见师父 再见 嗯 喂 你好 哎 师父好 你好 嗯 哎 师父好 哎 弟子给师父请安 哎 今天你看也也好巧 今天是大师之菩萨圣战 嗯 人家说观世音菩萨代表实微 大师之菩萨代表积舍 您给大家开始几句吧 师父 喜舍吗 要舍呀 你不舍 嗯 你哪来的得啊 你舍了你又不欢喜 对不对啊 嗯 那你就等于没舍 所以一个人对人家好 要开开心心对人家好 欢欢喜喜对人家好 那叫喜舍呀 对不对啊 嗯 帮助人家把脸板子 你说怎么办啊 那是是 嗯 那师父帮助别人把脸板子 你知道那将他有有那果报是什么样的 是人家帮助了 那你帮助人家 人家下次下次不理你了呀 那那那有那那他也是帮了别人 帮了你别人 人家如果心中生恶气呢 不开心呢 不要你帮 你帮了吗 你算帮了没有 我问你 还不如不帮呢 那对啊 你帮了他让他生气 过去有啊 过去那些 孩子对爸爸妈妈不孝顺 讲话来来来帮帮你呢啊 告诉你啊 给你点面子啊 什么什么 人家这不要你帮 怎么样啊 对对对 啊 这个东西 心不甘情不愿的 那是怎么做啊 喜舍是什么 欢喜的去舍 对不对啊 舍了就欢喜 明白了 开开心心去喜舍 大师之菩萨 你看救人也是很厉害的啊 他的缘分 很多人拜大师之菩萨嘛 也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呀 对不对啊 是的 是的 慈悲喜舍嘛 他们两位大菩萨嘛 一个是慈悲 一个是喜舍呀 明白了明白了 师傅那突然这样想起 你说不是说人有酒窝吗 就是你曾经说过 是要欢喜的帮助别人 是不是他就是这种喜舍 今世才有酒窝呢 对啊 对啊 酒窝只是代表一种 如果这个人整天 让人家看到就很开心 那这本身就是 他上辈子布施很成功啊 所以 所以为什么我要跟你们讲 布施还有成功不成功的了 喜舍还有成功不成功的 你欢喜呢 人家不欢喜呢 对不对啊 你布施的人家不开心呢 对不对啊 那布施呢 人家还没死呢 我买口棺材给你 也叫布施了 哈哈哈哈 总归要用的 你留着 哈哈哈哈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这个事情真的 这个事情 我告诉你们 要让人家欢欢喜喜 对不对啊 给了人家 要让人家开心的才叫 真的布施呢 对不对 对对对 让人从心里感到发喜 对对对 就是这样 对 好 好的 谢谢师傅的 此备开事 师傅啊 我们都知道三六九是结 要多磕头 多念经化结 那除此之外 请问师傅 当遇到结的时候 是不是最好也不要动手术呢 这个问题 能不动手术吗 最好不动手术 没办法 只能动 最好不动 因为为什么人体就像一个手表一样 经常盖子开了 经常开了 人家说里面元气伤了 你去看多动手术的人当然元气伤了 对对对 当然 你说一个人开个七刀八刀的对不对啊 有一个老先生在这里说开了十几刀呢 你说他看到了最后说走就走了 因为他他元气都没了 那师傅怎么样如果有的人动了手术 怎么样让自己很快的恢复元气呢 那人家说第一嘛就是少讲话啊 嗯 然后我们多念经啊 通过菩萨的加持啊 然后不生气啊 不生气是内耗 明白吗 在外面呢 就比方说你劳动啊 比方说不开心的劳动叫外耗 嗯 如果你不开心的内心叫内耗 耗掉自己的内心 明白吗 所以这个东西都要学的很多人都不懂 嗯 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慈悲开心 那师傅讲起 男人想事业好要做到哪几点呢 请师傅慈悲开心一下吧 男人想事业好做这 第二不要赢啊 不要协赢啊 赢荡这个人好不常的呀 嗯 第二嘛就是 第二嘛就是自己要守啊 要守气啊 守气 气嘛就是说 第一要学会用气 就不要生气啦 用到正气啊 用到浩然正气啊 好事情拼命做啦 这种都是增加自己的内能量啊 内能量和正气 所以人家说浩然正气 就是这个道理 嗯 还有嘛就是要自己要谦虚谨慎啊 一个男人要成功一定要谦虚的 对不对啊 嗯 还有嘛就是什么 还有嘛就是自己要稳扎稳打呀 要学习 要没打 哎学习 你去看能够成老板的人都很喜欢跟人家学的 他他能够今天做老板他一定听了很多人的意见 很多人骄傲一辈子学不成的 嗯 对不对啊 对对 嗯 还有嘛师傅 你刚才讲了四点 四点的嘛 还有啊 还多呢 还有嘛就是人的品质呀 嗯 你看刚刚前面在你前面打进电话那个人一年一年前他打进电话来我跟他说他卖汽车配件我说你要好好修我说你可以的我上次给他看过图腾了嘛 嗯 他他说他过去是一一万块钱的营业额现在大概一个月大概有九万的嗯 哎呀 开玩笑了那是不得了的嗯 真的是通过通过这个学佛修心念经许愿放生真的是改变了 对啊人就这样他忙的不得了 营业额九万一个月赚两万的小事情了对不对啊 嗯 所以我就跟你们讲一点要记住了他很诚心他对人家很谦虚很实在还跟人家讲点汽车技术人家都打电话来问他 我有人员好得不得了又不多赚人家钱 现在谁傻瓜你你你你只要该自己赚的赚不该赚的你不要赚人家都来找你货比三家的很多人都是货比三家 现在人都惊啊你看他到你这里在买东西实际上他不知道跑了多少家了 对师傅您说的现在人没有傻瓜人家一感觉你这个人实在人家就愿意 对啊你就像师傅一样的一千万人都傻瓜跟我学 哈哈哈哈哈哈这这这这这这这不是傻瓜啊你你说你说你说的看 你说的看现在社会上现在到什么科技了 苍明科技苍明然后呢人呢人脑也发达啊 啊这个对对对对学习环境没有跟过去不一样啊 啊对对对对对这种各种事物的理解 比过去不知道要生多少你你以为你你忽悠人家不知道的开玩笑 师傅现在为什么那小孩出生都惊得不得了 那上辈子啊因为上辈子惊呀 哦所以叫人惊啊 哈哈哈哈小人惊啊 千万不能修成人惊哈 还有的鬼精小鬼精鬼灵精 很多人生出来的鬼灵精叫他做正事他都不会 叫他做乱七八糟事情什么都想得出来 哈哈那那他是鬼灵精投胎的吗师傅 对啊很多就是鬼灵精投胎的呀 很多都是精啊那很厉害的 我说我是我上次跟他们讲一个笑话 对不对啊你看看看这种小鬼灵精啊 啊这个数学也不好对不对啊 啊好了钱没有了 究竟几个人去抢了一只小银行 对不对啊抢回来之后啊 跟那个边上那个人跟他讲 这个这个他也没没什么文化 这小鬼灵精 嗯别让人说大哥那我们来点钱吧 嗯结果他说这么多钱怎么点啊 嗯那怎么办你晚上看看他电视一爆 损失多少们就知道了还要点啊 哈哈哈 你刚不是鬼灵精啊哈哈哈 直接无语了 无语了现在就是说现在的人正正正脑子 没有闲脑子一大堆 明白吗 嗯那师傅刚才你不是讲到这个男人要正气吗 要浩然正气 那观地菩萨就是浩然正气 对啊对啊一个人如果一个人做的浩然正气的话 观地菩萨一定会保佑他是这样吗师傅 那当然了你要记住了 菩萨保佑菩萨呀是这样的 你学佛了学菩萨了菩萨来保佑你了呀 对不对啊 嗯 你说说看你要是坏人 对不对鬼来找你呀 没有办法的 这个东西是看你自己的境界的 那你可以说偶然的说 哎呀那恶鬼不是地藏王菩萨保佑 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 还不一样的 概念不一样 明白了吗 好 明白了啊 谢谢师傅的慈悲开始 嗯 师傅下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坐飞机时飞机内的压力会比较大 所以我们在学佛念经之前 我们会通过嚼了个口香糖来缓解 那师傅我们现在学佛了缓解的最好办法 坐飞机最好的办法是不是念经呢 请师傅慈悲开始一下 呵呵呵 消息都蛮灵通的我看你 呵呵呵 进羹嘛 进羹 呵呵呵 一般的来说 人的身体 口腔 嗯 所以上次 人家说 听个相声说 我是运动员 你是什么运动员 我是口腔运动员 呵呵呵 口腔运动员说相声的 叫口腔运动员 所以 不管怎么说 也就是说 人的身体各个部位都要 都要动 哪个部位不动了 你的哪个部位出问题的 对不对啊 生命在运动嘛 对不对 活动活动活动 活着就要动啊 你你不动就活不了了 是的 对不对啊 所以呢 现在嘴巴动 那么在飞机上高压 情况下 那口腔在动的话 它的那个 人家说那个结啊 耳朵这个下面 这个结啊 这个骨头啊 都会 都会得很灵巧 就不容易 造成脑 脑血管的那个压力 如果你不动 就像个橡皮筋一样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橡皮筋你一直拉着 崩得很紧 对不对啊 时间长了 它很容易断掉 如果你松松紧紧 松松紧紧 是不是橡皮筋 反而不容易断了 嗯 是的 就是这样的 明白了吗 哦明白 那师傅啊 你也要乖哦 你也要多多运动啊 为了保护身体 我口腔运动员 我是 谢谢师傅的慈悲开设 师傅啊 人往往经历了苦难后 就难以保保持本出的善良了 请问师傅 我们如何才能经历苦难后 继续保持本出的善良呢 请师傅开始一下 就是经常启发自己的佛性啊 本性啊 嗯 自己善良的本性 在自己的内心里面 所以良心好的人 他会哭嘛 对不对 要善良的本性 内心 对 那一定要有 嗯 所以一个人真的成功的人 一定要靠本性 啊 你说做生意也是靠良心本性 做什么事情都要靠良心本性 你一个人没有良心 没有本性的话 你说谁理你啊 是啊 人家有句话 你的良心是不是找狗吃了呢 对啊就是啊 因为没有良心 你刚刚一个人没有本性 把自己的良心完全被遮住了 他当年日本人杀中国人的时候 他们的良心啊 这是被完全是兽性了 啊 因为人的本性没有了 他就体现出另外一个 另外一种性 那就是兽性 因为人是个动物 对不对啊 但是人呢又是高级动物 他又是有思维的动物 对 如果你不通过思维 只是一种动物的需求 那你不就出什么 就这样啊 对对对 所以人家骂人们就这么骂的 对不对啊 你已经是披着人皮的狼了 披着狼 对了 就不一样了 嗯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特别开示啊 嗯 师父啊呢 你看你不是在8月29日 弟子开示上 师父帮一个同修看图层 师父说 其实他在人间的牌位 已经除名了 嗯 是菩萨保佑 他才能继续活下来 嗯 请问师父 什么是什么情况下 可以让一个人 在人间的牌位 除名后 又得到菩萨的保佑 活下来呢 请师父开示一下这个问题 很简单了 大院呢 哦 他有了大的愿力 啊 你虽然哪怕没做 你愿力大 菩萨就先把你保下来啊 其实菩萨都是担保的 人间的担保们就是天上来的呀 啊 你应该到了 时间了 菩萨担保你 因为你跟菩萨发育大愿了嘛 所以为什么我说 人要死的时候 最好的方法就是大愿呀 大愿 啊 愿力越大 因为你没做到 你只能先有愿力啊 但是这个愿力要真诚 要真的 从你心里就觉得我真的真的 那菩萨就知道 如果你是假的 只不过为了活着 嗯 那就不一样了 那完全不一样了 那菩萨都看得到的 不会 可能是假的 不会的 啊 明白吗 那师父 那师父你看有的我们不是看那些电视剧吗 神话电视剧 如果他在天上犯了错误 有一个 从大雷给他说停了 你要啊 不要惩罚他了 叫他到人间去救度众生 呃磨炼嘛 是是这样的 那就啊 就这样啊 就差不多啊 本来嘛就是关天牢了 关完天牢因为还是要到人间 下到人间的呀 啊 所以 天上的神 你说 因为你如果是上过天牢之后再下去 你投不到好人家了呀 哦 如果你是菩萨说情的话 你下来你还是一个天人的 至少是一个很有修为的了 那不一样的境界 是 那师父为什么都是 为什么往往都是观世音菩萨说情呢 有人就叫观音大师说情 你这还不懂啊 观世音菩萨是天上菩萨当中最慈悲的呀 那我师父说了 啊 现在明白了吗 你比方说 你比方说你在单位里 对不对啊 一个正厂长 两个副 三个副厂长 你肯定找一个最慈悲的 最肯帮人家说话的副厂长去找 你去找他 你找一个凶的不得了的副厂长的话 他说 你这个错误是你的错误 你就应该受审罚 你去找他干嘛 那观世音菩萨是大慈大悲的 你当然去找他了 嗯 是是是是 往往 比如我犯了错误 台长啊 你救救我吧 你帮我说说情吧 嗯 很难讲啊 看情况的 看你犯什么错误 哈哈哈哈哈哈 嗯 但是师父这个人也是的 如果你是好孩子 真的彻底愿意改的话 师父也会帮你求情的 嗯 师父啊 你的性格就是这样 对呀 嘴巴里 嘴巴里严格 实际上对对对 良心我特别软 我在很早的时候 人家就说师父的心 太软了 嗯 对你把人批评完了之后 哎呀又要慈悲人家 对呀自己孩子呀 有什么呢 讲完了就讲完了 讲完了知道自己错了嘛 改正不就是好孩子吗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去盯住人家干嘛 盯住人家说明你小气 盯住人家说明你没有宽容圆容的心 你一天那晚盯住人家的毛病 说明你没有慈悲心啊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哎 洪阳观世音菩萨的法门 你怎么可以没慈悲心啊 第一就要慈悲啊 对不对啊 其实我以为都很累 人家叫我说在看图灯 我说不看了 我嘴巴里讲不看 我还是给人家看 我一直这样的 对对对对 您的节目录音中 你像这个万达节目 人家 可怜的啊 看看他们可怜的 打进电话来不容易 对不对啊 他们想看就给他们看吧 对不对啊 自己累一点没关系了 你有这个能力 帮助到人家 这说明你有这个能力啊 很多人想帮助人家 还没这个能力呢 对不对啊 对对对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父 您的慈悲开始 师父啊 您在27号吉隆坡大法会上 对一个不信佛的爸爸 每天念四十九遍心经的师兄说 他给他爸爸念心经念的太多了 他爸爸开不了智慧的 请问师父 为什么给不信佛的家人念心经 也不能念太多呢 如何把握家人给 给家人不信佛的念心经的尺度呢 我问你一个人身体不好 缺乏营养 对不对啊 你给他吃你给他吃人生好了 你吃了太多 是不是鼻子血都吃出来了 六鼻血了 太好了 这要有度的 你爸爸一点都不开悟 你拼命的给他给他念心经 他更不开悟 他塞住了 他脑子塞住转不过来了 明白吗 那师父您一个统一标准吧 就是给家里不信佛 不开悟的人念心经 一般念 多少遍唯一呢 七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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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那师父就是 为他念心经 让他开启智慧 信佛念经 这是方法之一 还有别的方法吗 师父 七遍到二十一遍里面都可以 嗯 七遍到二十一遍 然后嘛 就是叫他想办法妙法嘛 多了 有一个老妈妈就是 劝他老公不信的 他老公嘴巴硬啊 就不信 他老妈妈呢 开收音机呢 有意呢 开的响一点 他老公也在那边上听 啊 然后呢 有意的把那个书啊 白话佛法的书 看到一半放在桌子上 做个记号 他出去了 回来看过记号动过了 就说明他老公在看了 再过一段时间 他老公真的信了 这难道不就妙法吗 对不对啊 是是 你要启发人家 你要帮助人家 还有一种最妙的法吗 就是自己已经完全像菩萨了呀 让老公觉得你真的变个人了 骂你啊 讲你啊 一点不还口 笑嘻嘻的 哎 这人怪了 我老婆怎么变成这样了 哎 这个好啊 好了 人家学了 你不就功德无量了吗 对不对啊 对 那 是的 那那师傅放生呢 放生也是一个方法吗 放生也是这样的呀 方程带他去放 他会心里开心的 让他放 不要就不要叫他在边上看 要让他放 他放了他会慈悲的 你要知道鱼多可怜呢 对不对啊 哎呀 是啊 那个师傅你像呢 看到那个草鱼嘛 人家杀草鱼的时候 一棍子把他头搅上 啊 不这棍子 你到饭店里你知道他们怎么杀鱼的吗 他不是刀啊 他是先把鱼啊 从地板上一摔摔死的 哦 对对对 啊 因为他要保持他里边的那种 像新鲜啊 对不对啊 所以他就把他摔死 保存他一个完好的尸体 啊 是这样 因为你如果把他头砍了的话 怎么办呢 他一个针鱼上来 头没有了 那不好看呢 所以他必须把他摔死 摔死之后他就把他针 你看看 有的鱼根本没死 就像很多医生说 打胎的时候一样的呀 很多小孩子没死 对不对啊 半夜里很多小孩哭起来了 哎呀 很惨的 所以 所以 所以有时候 所以有时候 这个这个这个 所以佛法 劝人家不要打胎 就是这个道理啊 不要打胎啊 哎呀这个 师父这个 沙液啊 好血腥 就感觉就是 你把鱼一刀下去了 这还是斩头的呢 你把它 就硬生生摔死 因为你这条鱼 真好上来 你头要在的嘛 对不对啊 还有了 这种 还有听说他们 有些地方吃猴脑 哎呀 哎呀 弄个像 就像古时候那种 夹夹一样套在脖子上 然后呢 狼头就把猴子的脑子 那么当场就 敲碎 敲碎就放酱油啊 调料进去 哎呀 然后就 这种猴子的灵气很大 师父 对呀 这种猴子可怜呢 进去抓他们的时候 他们两个 看见自己的 这个同伴要拉走了 两个小手啊 猴子的手啊 主 把自己眼睛遮住啊 不敢看了 嗯 说说看了 这个这个这个真的是很麻烦的事情 所以这这种人啊 真的是 还能吃这种动物啊 所以这个人很惨的 所以这个人怎么学服啊 所以你说这种人 我帮他看图腾 我怎么不配啊 所以我 我跟你们讲呢 弟子 虽然说是尽量吃素 但是 你如果三年不吃素 你莲花一定掉下来 对 哎 嗯 师父我不是和你说的那个 就是说是你 其实当时不是观世音菩萨说 拜神的那个条件 就是有 第一点就是 嗯 要吃全素 哎呀 但是师父您此别 你把那个吃全素 改成尽量吃 对啊 对啊 是啊 你要是 很多人就是现在 拜了诗之后觉悟高了 念经修心了 他两年不到就吃素了 很多一年就吃了 嗯 但是到现在三年还不吃的人嘛 好了 他肯定莲花都掉下来了 没办法 嗯 嗯 明白了明白了 嗯 如果不做坏事 可以拖到五年 嗯嗯嗯 但是这至少一点 绝对不能吃活的 如果吃活的话 一年不到就掉下来了 嗯 那师父有一种情况 有的人他不是没有许愿吃全素吗 他平时他一直在吃着素 他也拜了诗 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呢 师父 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 你想你想问什么 他拜了诗 他拜了诗 但是他没有 他平时一直吃素 但是他没有许愿 哦 这个也是的 这个照样不会降下来 哦 因为这个还是看物质的啊 事实上你是没有吃荤啊 哦 明白了明白了 如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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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实实上吃荤那么也是不行的 嗯 是对对 明白明白 你一吃荤 护法神就 对啊对啊 你身上臭啊 你想想看 动物的肉多臭啊 嗯 哎 那对了 师父 您看去讲起家里的佛丹 只要你家里动婚 观世音菩萨一定不来 是这样理解吗 肯定的 肯定的 嗯 哦 是 菩萨 菩萨只有护法神会过来 如果因为你 虽然你是婚 但是你不是 没有杀业啊 嗯 但是呢你还天天拜佛 那么护法神来 嗯 那么有些人家里为什么经常会有地府的人来呢 因为地府他是出婚的无所谓的 哦 所以你看共神 共土地啊 共共神啊 他们都是有时候用婚的供的 对不对啊 啊 所以很多人拜佛跟共神都搞不清楚 是 对对对 地仙啊 地神啊 他们都是婚的嘛 嗯 明白吗 嗯 明白明白 哦是这样啊 哈哈哈 我家观世音菩萨来吗 师傅 要看肚腾的 我现在也没给你看 哈哈哈 你自己感应一下就可以了 师傅 你我我知道师傅 您不用看肚腾 你一感应就知道了 哈哈哈 你自己看看你的箱打卷不打卷 你就知道 哈哈哈 明白了明白了 嗯 谢谢 嗯 下一个问题 我师傅啊 这个开天眼和开慧眼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哦 这区别太大了啊 嗯 天眼鬼也有五通 嗯 在人间你看天眼很简单的 其实天眼不稀奇的 天眼 它是属于五通之一的 嗯 但是看慧眼那是菩萨的慧眼 这慧眼感觉 慧眼这个东西不得了 慧眼既有看得到 又能由菩萨给你的话 就是感觉 菩萨直接告诉你 嗯 这叫慧眼 嗯 那个开天眼只是看得见 看我问你 看得见一个东西和听到完全是两个概念 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对 我问你我把你弄到教室里 嗯 我让你耳朵遮起来听不见 你看呀 老师在上课你 你能看到什么东西了 你看得到你能学到什么东西了 嗯 不能不能 慧眼的意思就是 你又看到了 菩萨又在耳朵边上跟你讲了 这叫开慧眼了 哦 啊 真的明白了吗 那师傅您的不叫您的 您看图腾 不是 其实我根本不是天眼 是慧眼 啊 慧眼 咱们就知道了 菩萨哪有看天眼呢 哈哈 明白了 我不能讲的 你别逗我讲 对不对啊 哈哈 一文文 一文文 记住一句话 师父就是要低调 不要不要讲 像这种东西 知道的人们 人家相信 也不知道你 让他不相信就好了 这个世界上 又用不着做给人家看的 这个世界上 就像很多人一样的 你又不为人家活的 对不对啊 人家再怎么讲你就怎么讲 你自己自己过得很幸福就好了 就像很多法师 人家说 哎呀多可怜哦 哎呀吃没吃 哎呀苦修 哎呀多可怜 他们可开心了 就人家开开心 啊 他开开心就好了 哈哈 因为你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的 啊 对不对啊 又不是为别人而活啊 对啊就是这样 所以不要活在人家的眼睛里 活在人家的嘴巴里 对不对啊 明白明白明白 啊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吧 师傅 嗯就是啊 您在大法会上给别人看图腾时 实在搓手 就是说他们你在搓手 请问师傅您是靠搓手来补充能量吗 这个问题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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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怎么讲呢 嗯 其实呢 讲老实话 两个手只要一合 合掌 嗯 你就自己增加自己的能量 啊 左面和右面 人的身体其实分成左面和右面 你去看看 对不对啊 都是左面和右面工作的 啊 嗯 你看看你只要把它合起来 你就是个整体 阴阳调和 啊 啊 男左女右 对不对啊 其实都是一种阴阳调和 啊 所以一个人 男人具有女人的啊 啊 慈悲心啊 啊 这种温柔心啊 啊 女人也有男人这种刚强心 实际上这个本身就是一种阴阳调和 事不搓手 有时候呢 啊 有时候呢 是在啊 做些准备吧 应该说你要接菩萨的 啊 接菩萨的那个那个那个 能量的时候 啊 给人家治病嘛 你必须要做些准备 而且呢 像这种搓手实际上是清洁吧 就是 像人家 要把手弄得干净一点一样 啊 就是这样 尊敬 一种尊敬 明白了吗 尊敬 明白了 比方说你 人家把你推拿人家手很凉的 人家搓两下热一点给你推拿 就不凉了 如果冰冰的你的手 要把你推拿的话 你不冻的来擦火头 道理都是一样 对对对 对对对 明白了明白了 啊 好 谢谢师傅的 谢谢师傅的吃皮干涉 师傅啊 等会我我们这就去放声了 那您的法身也去吧 邀请您 好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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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方声也是法器充满 嗯 喂您好 喂师傅 您好 喂师傅您好 弟子给您请安 谢谢 嗯 师傅您这次马来法 马来西亚法会辛苦了 不辛苦 嗯 你看都达到了四万多人的大法会 人山人海 嗯 但是让弟子感动的是马来西亚法会的义工们 对 他们在接机送机 而且包括餐饮 他们真的在默默的互出 您看交通组24小时服务 真的是为大家准备好了 地铁卡准备好了餐券门票 真的叫我感动 嗯 你看你天下雨的时候他们帮你们撑着伞 天太热的时候他们帮你们撑着伞 组成人墙 让你们在伞下走过 是是 是 真的很感动 对师傅 他们那些孩子都是师傅的好孩子 师傅在马来西亚有超过一百万幸中 嗯 师傅啊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天中午我们去就餐的时候 那个义工师兄们高高举着太阳伞 为我们遮阴自己完全晒着大太阳 而且有的义工师兄站在路边为佛友们山晒 有一位老同修一边走一边感感动的浩涛大哭啊 啊 现在知道吗 就是启发人的本性啊 实际上他们以菩萨的行为来启发每一个人心中的佛性啊 他们这种做法非常好的 他们就是以生世表嘛 对不对啊 对师傅 你自己自己你要你要做出来像菩萨让人家感动了 人家真的很感动了 他们这次真的感动了所有的人 真的很好 你看他们一批清洁马虫的阿姨哦 哎呦不怕脏不怕累的 把那个卫生间弄得干干净净 这些真的是 哎呀他们啊他们见不到师傅啊法规也听不到啊 是师傅 几百人啊他们后来说应该想见见师傅啊什么什么看都看不到 最后只是最后在法会结束之前他们进来看看师傅 他们又去做义工去的他们真的是好孩子明白吗 是师傅 弟子呢有缘看到了他们那些那个弟子的那个准则 足足有二十三条之之长啊 而且每一条规定的特别严格师傅 啊你看看 在岗位上根本就不可以就是说出去啊就上个厕所的话 都要等到那个组长来批才可以去厕所 啊你现在知道了 我告诉你严实出高途 你看看我们有时候海外那些弟子啊 他也啊站在那里好像是做义工 有的看见师傅来根本理都不理他 冲过来卸握手 是是是 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是境界问题 所以要好好修真的 是 菩萨真的是在天上都看着 是师傅 我们要好好向师兄们学习 不怨不悔的为同兄们付出师傅 你我告诉你一个人如果有这种精神 你做什么事情人家都喜欢 对不对啊 你刚刚师傅 你刚刚刚那个人他就是用了佛法的精神做生意 一下子一下子做的这么好 对不对啊 是师傅 感恩呢 嗯 知道了师傅 感恩师傅 那师傅今天弟子有几个问题 请师傅开示一下 嗯 那师傅啊 梦见洗澡 买新衣服等宵夜的不同 那么比如梦见割草啊 扫地 插桌子 通下水 有有哪些不同啊 师傅 嗯 其实都是劳动吧 啊 我就是看了你刚刚这个劳动是什么 是佛友啊 嗯 就是说梦见 梦见洗澡 买新衣服 就是宵夜不同 那比如就是说梦见割草啊 扫地啊 插桌子 通下水有什么不同 师傅 哦 这个当然是第一个好了 哦 第二个嘛 就是有一点点 就是已经很比较污染了 嗯 正在正在进行这个 在改变当中 嗯 那个前面已经等于改变了 嗯 哦 嗯 明白了明白了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那师傅啊 是什么样的冤结可以让母女之间呢 相互怨恨兄弟姐妹之间呢 相互抱怨呢 师傅 你看看现在不就知道了 现在母女之间怨恨的多不了 也是这样 多太多了 太多了 就是这样 那么下辈子还是这样报应 冤冤相报啊 没办法 嗯 是啊 因为弟子身边有很多就是母女啊 还有互相怨恨 兄弟们兄弟姐妹之间互相的斗 对啊 仇恨的呢 简直像冤家一样 是是是是 哎呀 然后呢 弟子他们 弟子呢 我就在中间劝他们 说不要再斗了 有什么意思呀 但是呢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就是放不下这个面子还是什么的 就是放不下 就是要斗 对 斗了吗 痛苦呀 对真的痛苦啊 然后哭啊 然后呢 跟别人叙述啊 我母亲对我怎么不好啊 我女儿对我怎么不好啊 我兄弟怎么对我不好啊 哎呀 给自己造成伤害 又给别人造可造成伤害的人 那是个最愚蠢的人 明白了吗 嗯嗯 明白了师父 感恩师父 那师父啊 就是说那个阴沟鼻子 在玄学上有什么说法吗 哈哈哈 比较 比较近一点吧 哈哈哈 哦 我也不想讲太多 因为每个在脸上长的东西没办法 哈哈哈 啊 比较近一点 比较近一点 啊 像这种人嘛 就是比较 啊 好听点讲嘛 就是聪明了 近一点了 嗯嗯 不好听讲嘛 就是 音一点 哦 音一点啊 啊 明白了明白了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弟子最后一个字 就是向向师父分享一件事情 啊 就是 弟子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 学伯念经 护佑家人 三个星期前呢 晚上 我的父亲下班回家 啊 我的父亲那天晚上回家晚 早安在不知道我父亲还在办公室的情况下 就是把大门锁住了 然后就回家了 我父亲没有钥匙最后呢只能跟一些那个同事只能翻墙出去 因为那天呢下雨 下着下下下雨啊 我父亲呢刚翻过墙头 因为下雨那个墙头很滑 直接呢是从四米高的墙墙上直接就摔下来了 可把其他工作人吓坏了 然后呢马上送到医院去做全身的检查 最后医生说全部正常一点事情也没有 感恩菩萨呀师傅 就是一个西瓜从四米高的围墙摔下来也是四分五裂呀师傅 嗯 我觉得听了听了你这个分享你让我有点哭笑不得 嗯 这么大的年纪的 嗯 翻什么墙啊 是啊 这这这脑子有问题哦 打电话不就得了吗 哎呀 等一等不就得了吗 哈哈哈 又不是又不是古时候没有电话 还翻墙翻下了还说哟 菩萨保佑啊 没帅子 脑子有问题的 哈哈哈 哈哈哈 是师傅 您说的太对了感恩师傅 师傅啊 今天弟子没有问题了今天 好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师傅您好好保重身体 再见 师傅再见 再见 喂你好 师傅 你好 嗯 师傅你等一下 师傅你等一下 师傅辛苦了 第一次给师傅请爱 嗯 嗯 师傅啊你你等一下 我有几个那个问题哦 师傅慈悲 师傅啊 嗯 有有几个有有一个同修他有几个梦啊 就是第一个梦呢 他就这样一个梦 就是说他梦一间自己去洗手间嘛 感觉就是来立架了 然后呢就是说用这个纸巾膜有一边学 就这样一个梦醒了有什么意义吧师傅啊 哦 叫他当心妇科 嗯 妇科 哦 叫他当心妇科是吧 妇科啊妇科不是太好 嗯 哦 我我告诉他 让他听录音师傅 还有一个他也是他的梦 他说呃梦里面有呃梦里面有人给他一把药丸有有六到七绿白色的 嗯 然后呢他没有多想就吃了 那个药丸吃到壳里啊马上就融化了 有什么意义吧师傅啊 哦 要看呢当时吃药的感觉最重要 苦啊甜啊或者很开心啊或者不开心啊 嗯 哦哦这个没说是吧 哦 嗯 还有一个梦就是他说那个梦里面在洗澡突然下面排出排出一团红色的东西了 嗯 像个心脏一样的 梦里面呢他就想是不是我的子宫掉出来了吗 觉得又不像 呃他就把想把他装好给他姐姐看问一下姐姐 呃一会他姐姐三可过来了他又不敢给姐姐看 然后呢就醒了 师傅啊 要注意啊他他就是说有过一些不好的邪念的 很意义啊 怕见人怕给人家知道 嗯 哦这个意思是吧 嗯嗯嗯 哦呃让他听录音 嗯 师傅啊还有一个同修的门就是 那个同修呃那个同修梦到我我 梦到我就是说他说有一个场景呃有一个零有一个好像是我的领导那个头发兮兮的呃连连呃圆的呃就是好像这个领导呢就是 好像对我不太满意呃呃 呃然后呢我再给他就是表示歉意了 过了一会呢然后好像这个领导感觉有有点那个原原谅了我 后来呢我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呢一直去忏悔就是好像我有点境界高就是人家都是对的我都是错的呃就是我一直在忏悔这样一个梦是吧 嗯这个要自己要当心的要检查自己最近所作所为有没有出格 哦 脾气不要大嗯 我我我自己是吧 对你脾气得很大嗯 哦 吃饭还有他说过了一会们好像那个吃饭了在在那个桌上面吃饭好像我又喝了酒哦 嗯 喝了酒好像又喝了差不多三杯酒喝了呢就是有点醉醉的醉醉的话好像就是摔掉了啦 摔掉了就是好像摔了呃手指都都摔摔摔掉了就是落在地上了啦 嗯 然后说那个同学说哎呀那怎么办 敢敢快要把这个手指啊就是捡起来要去什么又不敢捡 然后说这个手指蛮长的 后来呢最重要的就是说啊另外一个说这个要要去日本街就是要去要去日本街 这是什么意思啊是吧嗯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心中有残缺不齐并不是掌你手指 心中对问题的看法残缺不齐就是没有很好的对待没有正确的意念 所以叫你最近碰到的事情一定要冷静好好的想明白了吗 哦哦碰到事情要冷静好好的想 对了是吧嗯 嗯那么那么那个叫什么 哎呃呃叫什么这个哦 哦师父呃就是生活当中哦呃呃之前师父说过的就是呃 孩子出生在初一时五嘛一般很有佛性的啊 然后有的人过时在初一时五有什么说法了师父啊 没有太大的说法来和去如果碰到初一时五都是有一点来历 跟正常人真的不一样嗯 哦哦哦哦 只是好坏不一样嗯 哦哎师父还有一个哦第二个问题就是还有一个我们有时候去参加 那个呃呃葬礼嘛 哎参加就是那个过时的葬礼然后呢呃有的人呢就是有的那个 他们请了这个那个庙里面的在做佛事 然后呢我也去参加我就在边上念大悲咒这样子是吧 嗯可以啊我管我就是念大悲咒不关他们的 对啊哦哦就这样做是吧 对好吧嗯哦 然后那个呃呃师父啊嗯 呃那个就什么哦师父有一个同学这样子的有个问题就是说他呢就是好像要那个呃就是他的那个他们好像在要在办那个澳洲移民是吧嗯 嗯然后呢他们全家都在修的就是这个也好像呃他说是不是在这方面能够顺利的提下来需要念些什么经文 嗯准提神咒呀心经啊是吧心经准提神咒嗯哦心经准提神咒是吧啊对好 对面哦还有消灾嗯 哦还有消灾嗯 然后呢还有放生的什么的吧随缘随缘哦放生就是随缘是吧嗯嗯嗯嗯他说这个月能不能不知道呃呃能不能就是哦顺利的提下来这样子 就叫他好好念经啊嗯就叫他好好念经哦嗯好嘛嗯然后呢就是明年呢他的儿子要去澳洲留学了嗯呃呃他的那个呃他的丈夫呢会陪这个小孩去留学陪读嗯嗯是吧就是他在这方面需要那个注意些什么 没什么注意啊没有什么什么然后呢那他的英文文呃去去什么英文名字有说法吧是吧嗯 嗯嗯就叫他自己去去啊取个稍微正规一点的不要乱七八糟的就好 这是名字是吧对啊哦英文名字是吧嗯哦都可以去都可以去反正反正英文名字多呢对不对呀哦嗯嗯哦就是按照他的那个 性格 要不要按照他的属相什么的 性格 性格按照他的是吧 儿子的性格 那他们在那边要做一些什么吧 网上去看 好吧 网上去看是吧 还有一个师父 我想问问看 有时候我们去帮那个同修家设佛台 然后你说去设佛台的时候 同修很多人都去参加了 就是同修多得好 还是少得好 没有什么说法吧 就是有时候设佛台 有的人们 我们很多同修都去 虽然嘛 这个都无所谓 有菩萨来就好 哦 有菩萨来就好 没有什么那个 师父 你帮我想想看 就是我们要可能另外一个地方房子嘛 你说我的另外一个地方的房子 佛台 设在一楼还是两楼啊 设在一楼也可以 一楼也可以的是吧 哦 两楼呢 师父啊 两楼更好啊 都很好 是吧 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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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好了 嗯 是吧 在梦中 就是在 梦中就是在 开开奥迪车 嗯 没没什么说法 嗯 梦中开奥迪车往前跑不了 再开 对对对对 那是好事情 如果汽车不动 或者停止了 或者出故障了 说明你的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受到无情的打击 如果正在进行当中说明这件事情从良好的方向正在发展中 好了 哦 这样子 嗯 那有一次我梦到就是那个我在雨中开车 然后呢停下来再吃西瓜 呃 嗯 在雨中吃西瓜 我 后来又这个梦当中就是在雨中吃西瓜 边吃门又看到一个一片一片地上多种的西瓜 然后好多西瓜 就是呃 好像我又去买两个西瓜 然后呢 买两个西瓜就是要买黄心的这个西瓜 哎 师父这个有什么说法吧 没有什么说法 买西瓜都是好事情 嗯 哦 梦 哦 谢谢师父感恩师父 那师父啊 梦到我自己在游泳也是没什么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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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没有什么说的是吧 师父啊 那个太感恩您了 师父 您辛苦了 你马上那个参加了法会 又马上回来做节目 一点也不休息 嗯 好了 师父一定要保重自己生气 哦 再见 保重哦 再见 喂 你好 喂 师父 您好 您好 啊 第一次给师父请安 呃 请师父开示几个问题 就是在昨天的那个图堂节目中 师父开示同修所念的小房子的资料 百分之三十没用 是经经验错了 现在他有几百张那个自成小房子 请问该如何补却这几百张小房子还有效吗 请师父指揮开示一下 可以的 就叫他每个每每一张小房子补念三遍就好了 嗯 哦每一 哦好 明白了 跟菩萨讲一讲 好的 我摸摸摸凡人肉猜 啊 菩萨原谅 如果我有小房子 当然新经验的不努力不努法的时候 我现在每天 现在我每一张补三遍 请关心菩萨能够原谅 能够去 不要 不要有 啊 不要对我就是 做错 所造成的后果 啊 我不想有这种果报 请菩萨慈悲 我现在在弥补 如果实在这张小房子 有问题 啊 就请菩萨能够原谅 不要再惩罚我 就就该讲了就要讲啊 然后 然后就说 啊 里面有多少遍就算多少遍 OK 好 谢谢师傅 那师傅 再请问一下 就是在一次师傅的节目中 然后师傅开始说 初一十五当天可以念十三遍礼佛 给十岁以上的孩子 那请问师傅 十岁以下的孩子 在初一十五当天可以念七遍吗 可以 需要搭配小房子吗 最好 三张 三张好 感恩师傅 然后师傅 现在就是很多母亲嘛 为教育孩子而烦恼 不知道如何教育孩子 觉得自己没有智慧去教育孩子 请问师傅 是否可以每天念七遍心心 祈求观世音菩萨慈悲 帮助自己开智慧 能够用智慧去教育孩子 这样祈求可以吗 可以 完全可以的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 没问题了 好 安师傅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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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重身体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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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您好 喂 您好 喂 师傅 谢谢您 您好 喂 喂 喂 师傅 你的电话线不是太好 稍微再等一会儿会 只能讲 师傅 听 听得清楚吗 现在好了 感恩师傅 师傅您辛苦了 请师傅开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您中午的时候说 每天早上吃一个番茄很好 可以调节荷尔蒙 请请问师傅这个番茄是凉拌还是一定要过有炒一下呢 凉拌 生的 哦 生的 可以 就是加点糖的那种 可以直接吃 对啊 直接吃加点糖都可以 男性可以增加这个男性荷尔蒙 女性可以增加女性荷尔蒙 而且呢 这个对这个脾胀 对营养的吸收 肠胃的吸收都有好处 它里边含有 好的好的 丰富的维他命 嗯 好的 感恩师傅开始 然后 你第二个问题是 请问师傅 比如说 别人同修 梦见某一个人 他状态很好 或者梦到他很吉祥 同时呢 又有人梦到他状态不好 为什么会同一时期出现相反的梦境啊 很简单了 这个人一定从不好走到好 或者从好走到不好 只是他们两个人 做梦做到他的时间不一样 好了 哦 那如果就前后就差个几天呢 差个几天并不代表他梦到的就是现在 傻姑娘 哦 你现在做梦不一定梦到是现在啊 你怎么梦到过去啊 未来都可以梦到啊 听得懂了 傻姑娘 嗯 懂了 感恩师傅 然后还第三个问题是 请问师傅 房子在装修期间 是否需要每天 呃 在房间里念四遍大悲咒啊 就是朝四个方向 需要吗 呃 什么情况下 讲给我 房子在装修 哦 啊 然后呢 就是装修期间 是不是可以每天 念 就是朝四个方向 念四遍大悲咒 就是佛堂没有了 没有佛堂 就是空的房子在装修 哦明白 嗯 每天念什么 四遍大悲咒 就东南西北各一遍 需要吗 啊 不一定的 嗯 有 你没有佛堂的是吧 呃 对的 在装修 啊 最好拍张照片 嗯 哦 好的 好的好的 还是要拜拜 感恩师傅 还是应该拜拜 明白吗 哦 好的 那我让同修发照片 到东方台 嗯 嗯 感恩师傅 然后还有个问题是 如果已经订婚的人 后来他又分开了 两个人没有结婚 是不是也代表 印掉了一次婚姻啊 是啊 百分之一百的 哦 那师傅 是什么因缘导致 有些人订婚 没有结婚 没结成就分手了 很多的 嗯 什么原因 因为一般的 最厉害不是 孽障呀 哦 孽障有可能是 原缝不够 对吧 师傅 对 都有 好的 嗯 感恩师傅 嗯 师傅 还有一个问题是 这件事情 比较困扰同修 他想请您 开示一下 就是当时 他们度了一位 癌症晚期的 肺癌病人 那个病人呢 他通过三大法宝 两个月 癌细胞就降下来了 跟正常的只差一 然后他想参加法会 但是路上 他吃不消 就带了两个女的朋友 和一个男的朋友 一起去 就觉得可以方便照顾他 他们就三女一男 住在一个房间 大家都是年轻人 那同修就跟他说 就是说 你这样不太好 就是 呃 就是女的 男女最好不要混住啊 然后他就不开心了 就他们就造口业 在就是在 法会的酒店里 造了很大的口业 最后导致他癌细胞指数 上升了很多 请问师傅 对于这种初学的重病患者 可以男女住在一间吗 当然不可以啊 开什么玩笑啊 怎么可以住在一间呢 怎么样也分开啊 去跟人家 女的跟女的住 男的跟男的住啊 不好的 你会让人家想路飞飞 就算你这个女孩子 你自己干净 你让别人想路飞飞 也是造业 听不懂啊 嗯 嗯 听懂 那后来因为 这个事 他就自己造了口业 就是也是说明 他自己缘分不够境界 对了 造了口业 孩子的对方 孩子的癌细胞 又上升了 嗯 对对 你想想看呢 多危险啊 绝对不可以 男女受受不清 这个绝对不可以的 嗯 好的好的好的 嗯 好的师父 嗯 感恩师父 嗯 然后再请问师父 同修梦见自己在洗澡 但是这个水不干净 是楼上别人洗澡 之后的水流下来 他接着洗的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把人家背叶还不懂啊 傻姑娘 哦 怪不得 他亲度了一个人 啊 嗯 人家的脏水 到他身上来 这不叫悲业啊 是的 是的 没办了 没办了 感恩师父 然后再请师父 请问一个梦啊 是同修梦见 他在一片树前 有人说 这里可以种什么 那里可以种什么 但是呢 他看到树上 一个果子都没有 他就觉得很奇怪 他就醒了 就不停地想 到底自己哪里做错了 为什么树上 没有结果子呢 他又睡着了 梦到 他问另外一位同修 平时和菩萨求事情 应该怎么求啊 那个同修说 呃 就是说 只是和菩萨说了一下 自己想的事情就行了 不要特别的向菩萨求 意思就是说 如果 嗯 有这个缘分 菩萨会给的 不用特地求 要是 没有这个缘分 就会用掉很多功德 所以他就树上 就没有结果子 请问师父 是这样吗 是啊 是这样 嗯 那那就是碰到事情的话 就是也不要跟菩萨去怎么求 就只要讲一讲自己的想法 其他就随缘了 对吧 对啊 你说菩萨会不知道 不了 哦 不要说菩萨 你个小孩子 有什么想法 爸爸妈妈会不知道了 嗯 哦对 肯定知道 哎 好了 一样早点 嗯 明白了 感恩师父 再请问师父 同修他在超度打胎的孩子 然后做了两个梦 第一个梦是 梦见一个小男孩 长得非常帅 穿着很厚的棉袄 自己的儿子 看着这个很帅的小男孩 后来第二 过了几天 又梦到有一排小孩子 排着队 去了一个地方 都是灵体的模样 请问师父 表示打他的孩子 超度走了吗 你说呢 我觉得第二个梦 就是超度走了 第二个梦 什么梦啊 就是那个 梦见 好几个孩子 那个 我看一下 一排小孩 排队去一个地方 但是他们都是 灵体的样子 不是真正的人 这个是超度走的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开始 师父最后 请您开始一段 太上老君的开始 太上老君慈悲开始到 停修 以圆融的智慧 去看待问题 有了问题 不要烦恼 要往深层看 要开悟 要多看白话佛法 你们的师父 也是给白话佛法里面 注入了大量的正能量 非常的开智慧 要多听话 少看一天电视 多多学习佛法知识 多做利益大众的事情 有能量的事情 现在天上又下来 好多的小菩萨 下来寿源 大家一定要好好修 好多小孩子 刚刚一接触佛法 学得比大人都精进 就是天上的小菩萨投胎 你们一定要看管好 一定要让他们干干净净 不要有污染 否则下来容易 回去难啊 所以要学会看破 感情这个枷锁 它只会给你带来 无尽的烦恼 一个家庭 可以把你锁在六道里 难以处理 真的不好过关啊 所以我劝大家 只要知道自己有来路的 希望你们慢慢的 看淡感情 想要冲出六道 你必须看破感情 只有感情 才是你境界的大考验 好了 努力吧 谢谢大家 师父 这是太上老君的开始 很好啊 很好啊 激励 我们更好的学佛 请问师父 就是太上老君开始说 要学会看破 感情这个枷锁 它只会给你带来 无尽的烦恼 一个家庭 可以把你锁在六道里 难以处理 真的不好过关 请问师父 师父我们如何理解 就是我们在家居士 怎么处理好情 这么简单的都不懂啊 第一 要有信心 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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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自己 才能重新做人 所以改嘛 就是要忏悔 对不对啊 嗯 好了 那师父 他说初六道 必须看破感情 呃 这里是不是 可以要分成 就是已婚的同修 跟未婚的同修 两种情况啊 师父 对啊 初六道的话 你感情必须要放下 你比方说 你今天想初六道 你不能有家里的牵挂 孩子的牵舌 对不对啊 否则你怎么能够大功无私啊 嗯 好了 嗯 嗯 反正师父 那 嗯 好的 明白了 反正师父开始 嗯 也没有其他问题了 师父你保重身体 嗯 再见 嗯 嗯 师父再见 嗯 好 听众朋友们 因为时间关系呢 节目就到这 结束了 非常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 好 再见了 嗯 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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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